这里是陪你读轮艺讲压 您好,我是唐玉玲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违政篇的第21章 霍卫孔子曰,子系不违政 子曰,树云孝夫为孝,有余兄弟 诗云有政,诗云为政,西齐云为为政 霍卫就是有人跟孔子说 这一章的历史背景也有可能是 鲁昭公被三家大夫逼出去以后 鲁国没有国军 没有国军那不叫做国家 当然孔子不在这个地方为政 也有可能是鲁定公在位的时候 三家大夫也是专权 孔子也不为政 或者是孔子周游列国回来鲁国 发觉到鲁埃公还是受制于三家 所以也不为政 因为小人在君子上 君子怎么办政治呢 所以都有可能 所以子息不为政呢 就是你何不做官办政治呢 可见孔子有被离请出来 或被鲁军的离请 或被三家大夫的离请 出来做官办政治 否则这个人不会这样问孔子 可见孔子是有做官办政治的机会 孔子的学问并不是知乎遮阅 无用的学问 也不是只有讲道德 孔子是有道德有能力的 能拨乱反正的 能培养出人才团队的 能知人善任的 能用礼乐教化的 能改良风俗的 像他在中都治理一年的时候 真的是路不时宜 业不庇护 商人卖东西都是货真价实 也是物美价廉的 所以孔子并不是没有违政的能力的 孔子说 书云笑乎微笑 有余兄弟 那个书就是上书的君臣篇 君臣是周公的儿子 周公那时候被封封到鲁国 周公不去鲁国 他要辅佐成王 所以加他的伯情 带领他到鲁国去为国君 所以鲁国的第一代国君 也可以说是周公 也可以说是伯情 周公在周朝是一个宰臣 就是宰相 他要派他的儿子 另外一个儿子叫做君臣 国君的君 臣是那个臣国的臣 到臣州 就是东都洛邑 去管理那里 代替周公去管理那里的人民 那里的人民是什么人民 古王灭伤以后 管俗祸俗菜俗 鼓励伤的移民造反 所以周公东征三年荡品 这些乱世 那把那些商朝的移民 这些报名 就移到洛阳来 要办教化 找他的儿子君臣去办教化 说笑乎微笑 有余兄弟 笑乎微笑 笑啊 只有笑 这里乎里 月乎月 为乎其为 妙乎其妙 雪如然说 笑乎微笑 笑啊 只有笑 笑经里面讲的笑 是可以修身的 可以齐家的 可以治国的 可以平天下的 笑啦 笑的范围 实在太广了 你各领域的学问 能力 如果都能够 倒归于笑道 让你的父母亲很有面子 让你的祖先很有体面 那你在祭祀的时候 可以报德 而且用这个笑道 把国当成家来经营 把天下当成家来经营 来对这个国家 来敬笑道 敬笑道就是说 好好的来 谋一家的福报 谋一国的福报 谋一天下之福 像谋一家之福 这样来敬笑道 那你是不得了的 你是不得了的领导人 所以笑啊 只有笑啊 那有余兄弟呢 在这家族里面 不管是亲兄弟 或是堂兄弟 或是表兄弟 能够好好的友爱 换句话说 你是一个能够 凝聚家族的人才 虎代在大家庭里面 真的不好相处 在大家庭里面 这个俗伯姑嫂等等 都不好相处 还有这些平辈晚辈 如果能够在这个家族 能够调和 那他不是简单的人才 所以在论语里面 孔子告诉职贡 叫做 宗族称笑言 乡党称帝言 这不简单的 那这是可以出来围观 可以当调和顶赖的宰相的 叫做私欲有正 如果把这种孝替之道 私欲有正 就把国当成家 来办这个政治 来谋这个国人的幸福 那事欲为正 意思就是说 我呢 如果在家里面 好好的行 孝友之道 在家族里面办 我也是办政治 为什么 因为政治就是 管理众人的事 在家族里面 把家族的事办好 在家庭里面 把家庭的事办好 在国里面 把国事办好 都叫做办政治 所以私欲有正 就是行孝友之道 就是有正 不管你在家庭办 在家族办 都叫做办政治 事意为正 这是为正 习起为为正 何必要为 就是居官 才是为正呢 孔子当讲这样话 你就知道 他不会出来做官的 这样就是办政治 何必一定要做官 才叫办政治 意思是说 他不会出来 可他说得很客气 而且他也说到很根本 孝友之道 就是为正的根本 为正当然包括说 你的礼乐教化 包括说你很多的能力 包括你的知人善任 包括你的风气的经营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风气的经营 如果风气经营不起来 你只在乎那名声 那有什么用呢 像齐国 老百姓虽然 是过得生活不错 可是坐监犯科的比比皆是 所以孔子到齐国的时候 看到很多那个假手假脚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刑法里面 抓到那些道贼 是在砍手砍脚 孔子到了齐国 三十五岁到齐国的时候 也看到不行 虽然燕子办民生的政治 让老百姓富足 可是这么多坐监犯科的 所以孝友才是本职 你的民生之道 是要倒归到能够孝涕的 在家里面尽孝道 有爱兄弟的 所以这个时候天子 国君大夫都要做表率 那好好的把孝友之道发扬 这个人在家里面尽孝道 不敢在外面坐监犯科 来羞辱父母亲 羞辱这些祖先 想想看 这样的人 他出去会为非作代吗 这样的人居官的时候 会贪赃王法吗 而且还因为能够在居官为政 能够办出很多 福国利民的政治出来的时候 让他父母亲很有面子 让他在祭祀的时候 能够报公 那他一定会 好好的居官为政 你不要小看那个孝友之道 好好的推展 人人都不敢为非作代 人人反而能够善尽本分 能够发挥功心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 中国所讲的孝友之道 孝提之道 他可以结合很多能力的发挥 这个很多的能力都能够导政 有利于民的 就像说家庭的孝子 想要让父母亲高兴 他一定会充实他自己 他会发展很多的能力 让他父母亲生活过得好 很有体面 所以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 真正办政治的人 如果没有让家庭和乐 而且这个和乐 不只是物质的丰富 还包括心情的和乐 如果不能办成这样 这个政治是有缺憾的 因为国是以家庭为根本 家里面都闹离婚 家里面都以下犯上 家里面都极其不合 他怎么会有心于办国家的政治 他怎么会有心于去利益人民 所以根本处就是家庭 家庭的经营才是国家的根本之道 在家里面好好的经营家庭 就是一个办政治的开始 当然孔子说到的要点 可是孔子也委婉地告诉这个人 不会做官的 可是有一天 当三家大夫愿意听鲁军的 孔子还是一样的会被用 所以这一章里面蛮有趣的 一方面知道为政的要领 一方面也知道孔子不会做官 孔子不会做官 可是孔子是孤之哉孤之哉 我待孤则也 就是我等待明君 我等待良相 我并不是完全不做 我内心里面是孤之哉孤之哉 就是卖了吧卖了嘛 我内心里面还是渴望出来办政治 走出家庭来利益国家 利益天下 我还是因为君子培养能力 他的目的就在这里 可是我等待时机 我不妨说在家里面办家政 就是办政治啊 不妨这样的来拒绝婉拒 但是内心深处 我们还是要了解 孔子是孤之哉孤之哉 我待孤则也的渴望 好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意 谢谢大家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